台湾桌球一哥林云如 南丹八强赛对上法国地主17岁小将勒布朗 双方展开激烈拉锯战 一度打进决胜第七局 林云如最后以3比4习败 在地主观众群体压力下 网友赞林云如情绪管控超稳定 这是法国30年来首次晋级桌球八强 而中华队在桌球男团以及女团 仍有独牌希望 赛尔维亚网球名将乔科维奇 出战奥运南丹八强 成功以6比3 7比6直落二 击败希腊名将西西帕斯 在比赛过程中 乔科维奇一度申请医疗暂停 处理膝盖伤势 接下来四强赛 他将对上意大利名将穆赛提 以色列柔道好手伯杰克 在男子柔道100公斤以下级别赛事 得到铜牌 赛后他与教练史玛加拥抱 场面令人动容 史玛加的儿子 之前在与哈马斯的战役中不幸正亡 伯杰克说 世界和我的国家正经历苦难 这使我更加奋进 土耳其51岁涉及选手皮坎奇 轻装上阵多的巴黎奥运颜牌 因为轻松神情而爆红 便问到为何要手插进口难 他解释 这样涉及时会更有动力 也更加舒适 西藏人家的电视 真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